科学家制造出3D打印活体墨水 有望用于自我再生材料 IT之家 11月28日消息 PHYS店ORG报告称 哈佛大学和哈佛医学院 布莱根妇女医院的一组研究人员 已经开发出一种活体墨水 可以用来打印创建3D结构的同样活体材料 该团队对大肠杆菌和其他微生物的细胞 进行了基因工程 以制造活的纳米纤维 将这些纤维捆扎起来 并添加其他材料来生产一种可以再标准 3D打印机中使用的墨水 目前他们使用活体墨水打印了两种具有活体组件的3D对象 一种是在某些化学物质的刺激下分泌二罪林的材料 另一种是在没有其他化学品或设备帮助的情况下 隔离双分A的材料 IT之家了解到 该研究成果已发表在《自然通讯》杂志上 研究人员认为 他们的概念表明 这种墨水可能能够自我创造 通过将工程添加到微生物中 以推动他们产生自己的副本 他们还表示 该技术似乎可能用于打印自我修复的可再生建筑材料 在地球 月球或火星上建造自己自足房屋的可能方法 月球或火星上建筑材料